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入油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嗎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簡單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了 測完油價順便聽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先嘍 天地有正氣 大家好 我今天是新的朋友 對呀 你的聲音好像潛了水 即不是肥龍 是潛龍 那我不能用潛龍蜜 因為我之前有點作病 但病不出 然後有些東西都做到喉嚨 很滑 現在聲音有點沙沙 有些心沉 慈盛 希望大家見諒一下 如果講到高音部分 酒酒地音 大家將就一下 說鬼片一流 但是這星期沒有鬼片相 不好意思 今天天地有正 繼續有三位熟識的朋友 我們先講講 今個星期的新片 先來講了 市角有興趣看那一圖 哦 是 我們來看中文片 支持港產片 難得SILVER CITY 又會上 接下來星期五 差不多同步 好像魔警一樣 跟香港同步 香港是不是8號上 我也當是同步 因為這邊我原本 在檢查戲院時間 我按了8號 找來找去都沒有 啊 沒理由的 香港的新戲是否正常 是星期四上的 不知道 這裡的新戲是正常 是星期五上的 多數是星期五 是的 那 講的是香港這部戲 那個卡士 沒什麼定的 他是選 但他通常不是四十五的 我很少見香港有新的 二 選擇日子的 8號很日子 不關事 星期一 很少有新戲上 多數是近週期的時間 所以是星期四五的 主要都是 OK 對 香港仔 這部戲怎麼看呢 其實真的 我不知道 好像什麼都有點 對 對 那個故事 我看那個trailer的時候 是一節一節 所以我不完全可以知道 整部戲要表達的 聽說彭浩祥 這個劇本 他很想寫很多年 想寫很多年 或者想拍很多年 你看到其實都是他 拍那麼多電影 歷年來卡士最大的一套 他好像分了幾條主線 我看見他的trailer 我不知道有幾條 我看見他 梁詠琦感覺上有一條 楊千華感覺上有一條 其實大部份角色都是一家人 所以不是都是一家人 所以是說一家人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怎麼說一家人 即是他是想說 即是說家庭倫理 還是什麼呢 因為他又有些靈異 又有些怪 又有些奇幻 又有些溫情 又有些懷舊 所以不太知道他 exactly 想說什麼 對 因為看那個trailer很懸疑 我覺得 不過通陽炮場的戲都很吸引 是啊 那個trailer很吸引 他真的很特別 他真的很特別 無論手法還是故事 他很少拍電影是重複的 除了志明與春嬌 是拍過續集之外 基本上 第一他未必不會拍續集 第二就是 他每套電影的取材都很不同 風格都 有些少不同 所以我期待 其實他這次有沒有突破 所以trailer本身不是十分吸引我 但是我也有期待 trailer各式各樣東西都好像有些 就是 上次因為很有期待 看魔警 那這次就普遍平常心 這次普遍平常心 都會第一時間入巡蟹 OK 支持港產 國內被人杯葛 其實一場 我聽某雜誌說 彭浩祥會剪掉了 杜汶澤的戲 但誰知道 我在Facebook又看到彭浩祥 站出來撐杜汶澤 我說我不會剪的 你不看就把眼睛掌握起來 所以我也很有興趣 看看這套電影在大陸的票房 不過即使他剪掉那些電影 大陸的人也不會看 因為現在中國矛盾已經白熱化 是不是 其實這套電影也挺香港情懷的 我想是比較適合香港人口味 我也相信是 所以 儘管看看事情發展會怎樣 這個星期五 除了這套 限制地方 但是Richmond的Silver City 就是Riverport那裡 有得看的 我看到經常有 四五六個不同的Show Time 不知道Tinsall Time有沒有 上次Monging也有 我沒有查到 大家自己上網去查一下 我們Richmond人都是關心Riverport那邊 下個星期我們會做一個 朋友像特集 這麼快要告 不是說了 是嗎 好啊 我也不知道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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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三套細片 一套是卡通片 叫做Legend of all Dorothy's Return 這套是全新製作的3D動畫 Return 是不是同一個故事 還是一個延續 我看她的故事 就不是那個故事 不是那個故事 就是一個延續 它是錄東西先中 其實就是講Dorothy那一段 就是講Dorothy去了Oss的世界 然後她就去找Oss 因為那些人告訴她 Oss是一個很偉大的巫師 我們之前看過Wizard of Oz 就知道她是靠魔法特技去做的 這個故事應該是做Dorothy那一段 仍然有獅子王 有機械人 還有杜草人 動畫就真的不吸引我 這套 但是 那一套都可以抓到我進去 那一套都可以 但是那些畫工呢 我就覺得一般 對 她的動畫就一般 畫工平平 那如果你覺得 學史哥說 開始放假了 那想一家大小 找些戲去看 這套都可以的 故事有經典 因為大人小孩都懂的 我還在想看不看Vio Vio2 OK 你可以慢慢想想 動畫 今個星期多一套 星期五 星期五還有另外兩套的笑片會上的 一套就叫做Mum's Night Out 就是講幾個媽媽 其實做媽媽 我想她這個題材也是遷就 因為這個weekend是母親節 那她這套戲 就用一個輕鬆惹笑的手法 來帶出媽媽其實是很辛苦的 平日照顧小孩 就令她頭暈倒了 於是她們想找一晚 Ladies Night 即是幾個媽媽約出去 去睡覺 放假假 把孩子交下來 不知道是交下來給老公 還是給Nannies 誰知道 一個就交給另一個 一個又推社站交給另一個 交一下交一下 就不知道孩子交了去哪裡 不知道是幾個還是一個 應該是她家裡有兩三個 如果她有幾個媽媽 就交了幾個兒子 我相信應該會 這個過程會很混亂 對 結果就是整棚人 一個搭一個出動去找兒子 這套戲有點像 醉爆伴郎團 即是有些少許懸疑 搞笑裡面有些少許懸疑 其實是用回那條繩子 只是放進去 用媽媽的角度 就回母親節 還有我想 這套的crazy 又歸crazy 又沒有罪馬伴郎團 那麼瘋 那些東西 那也是的 但我覺得這個題材 不是很好 很負面 說到媽媽好像不負責任 為了自己要快樂 把子女 那又不是 他可能說那些媽媽難得有一萬假期 那你始終是媽媽 你的責任是很大的 那你不可以說負面 因為那媽媽已經做好安排 交了給別人看著 是跟著那些人不負責任 一個交一個而已 中國人是做不到這些 其實如果你安排好 那些子女有人看著的話 那他人就交給老爺奶奶 不過是中國人就交給老爺奶奶 應該找了baby seat 他就是找了baby seat 又交給一個 中國人小情一個baby seat 但是西人流行的 西人流行的 就是有些媽媽 中國人通常交給老爺奶奶 或者媽媽 中國人就是 那些 中國人很多時候信不過外人 照自己的兒子 那便會交給親人去照 這個純粹搞笑而已 他純粹搞笑 而且還是就著母親節 因為是用媽媽來做題材 那另外一套 就是純搞惡的笑片 叫Neighbors 搞惡的笑片 這套真是很搞惡的 搞惡惡搞 搞惡惡搞都可以 就說原本一家三口 兩夫婦 和一兩歲的小女兒 誰知道他隔離屋 突然搬了一班 又年輕又大隻的年輕人 然後他進來 感覺上 他們都應該是懷兒子 經常開派對 不過這群懷兒子 他們過去打招呼的時候 就說明 如果你發現我們吵 不要報警 你先打電話給我 我就會叫他們不吵 誰知道 原來那群懷兒子 吵的情況 也是放煙花 叫了三四十人回來 好像做show 開派對 好像紅館開演唱會 那樣 結果 那個太太 頂不住 就報警 但是 想著 用一個匿名的方式 報警 就沒事了 但是 他因為有CALLER ID的問題 就揭穿了他們的報警 於是 那群懷兒子就說 你破壞了我們的規矩 叫你不要報警 先找我們 你就去報警 於是就開始一連串 互相大整股的行動 所以是純搞惡的笑片 當然 他有些搞惡的情況 就是明顯是用電腦特技 正常式是不會的 例如 男主角去廁所 我一坐下去 整個廁所掉下去 簡單來說 就是你喜歡一些狐鬧 喜歡一些灰灰的笑話 那這套好 那你就去看這套 如果你想看得乾淨一點的笑片 就去看Mum's Day Out 或者你喜歡一盒家寬去看的 Legend of Oz 或者你香港人 你就去看香港仔 四套 今個星期每次上的新片 就是這樣 OK 今個星期 我們就看了些什麼 肥龍先說了 因為很簡單 我看了Spider-Man第二集 我也看了 但是呢 就不打算在Part1說 因為我們Part2都會說Spider-Man 是嗎 那我留在Part2詳細聊 就想著 你會失憶的 那就是不說嗎 OK 因為我打算一次過 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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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Part1都說了 那你一記住 給我時間 我一會 我會的 放心 我們Part2有很多時間 因為 因為 半個多小時 或者四十幾分鐘 讓你慢慢罵 OK 除了Spider-Man之外 我就沒有出戲 看其他戲 反而在家 都沒有怎麼看戲 不過 仍然是我太太 開廣產電視劇的時候 我吃飯坐在旁邊 在看 Encore 362 哦 Encore 真是 Encore 還沒看完 仍然是 不過算了 我想告訴你 無線電視劇 一蟹不如一蟹 你這套也不算最近期的 我不算 但 我想說 第一集 我都已經覺得 問誰都還OK 第一集 我覺得 合格 第二集的雪教味太濃了 而且 你說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第二集 你是在比第一集和第二集 不是第一集和第二集 是第一集和第二集 第一集我還可以OK 而第二集 整個邏輯上面都有點怪怪的 然後又說到 馬國明和楊兒那一對 搞到這樣 唉 你說開我又想拆開一點點 我越來越覺得很煩厭 看楊兒做戲 如果你有留意TVB的劇 我其實開頭很喜歡看楊兒 我也是 尤其是她做《家好月圓》的時候 我都覺得挺好戲 我開頭看楊兒 我第一次發現她 我忘記哪一部 我還記得她和吳浩康合作的 那一部 學景 是不是學景 好像是學景 學景洪心 因為她說吳浩康是一個賊 學景洪心 她為了家 早期也OK 我家我挺喜歡她的 但是她現在 我先撇開她的樣子 是不是越來越膠 問題是 她的戲也越來越膠 你看到她的戲 她每一集 她不哭幾雲 她好像沒有交功課 這樣 這是導演的問題 我很討厭 我當時覺得她 挺好演技 眼水話 哭不哭 但是現在我看楊兒 我覺得楊兒 很煩厭 我看到她有些鏡頭 她已經是 不用哭 她的眼睛都已經腫了 那樣 Oh well Anyways 整體 我現在看到的 Encore2 我是on and off 我不是一直煮 都是吃飯菜 她播了兩集 我看過兩集 其他那些我就沒有看 即是開著刀 你也可以 吃著飯 我可以的 你也要開刀鏡頭 因為無線的開刀鏡頭 都避忌了很多 所以我頂得順 尤其是我以前也做過 洗碗那些 更多噁心事都見過 但是劇情懷 她太鬆散了 經常說說這對 說說那對 太多旁之的感情線 令到整個 根本就是一部愛情劇 是 第一集 她還有一點 比較集中一點 都說多些醫院的事情 第一輯 第二輯 很少部分是說醫院的事情 很多時候就在那裡雪教 因為在醫院裡 在那裡雪教 她說那些人是 愛情的Encore 三十六小時 所以就 我真的覺得 Encore 給自己的Lover 她還要拖到一套 三十幾四十集 其實她根本有二十集 是可以飛走了 那些東西 有這麼多Cast 你的Cast 又不是大 麻煩 吳啟華是一條線 你吳啟華這條線 你再開吧 我給你去吳啟華 馬國明是一條線 馬國明那條是主線 我給你 阿美雪 那個正在上位 那三條主線就夠了 你為何突然加上新人 阿朱千雪 那些 阿黃心穎 朱千雪就是和吳啟華 他還要多加一條線 給蘇玉華 和 吳明華 吳明華 他太多旁之 朱千雪 我知道他想鋪牌 算了 沖上雲宵也是這樣 沖上雲宵也是另一個敗筆 算了 其實是把機場轉到醫院 所以我就是覺得 無事的劇 為什麼被人罵 就是這樣 結果都是包裝愛情 拿來 要不就用機場來包裝愛情 要不就用醫院來包裝愛情 要不就用茶樓來包裝愛情 要不就用海味譜來包裝愛情 你想怎樣 我看得很厭煩 所以 我坐在那裡吃飯看 多吃兩口飯 我就是了 排完之後 我完全沒有留戀 就可以回房間做自己的事 其實 我太太 所以他也是 有那套東西在那裡 按了出來看 不要浪費了 看完就洗了 這樣 心態是這樣 而不是很有興趣去看 所以這個禮拜 我就是罵一下無線劇集 沒有了 要罵每個禮拜 留待會再說 蜘蛛俠俠 那部份 屎哥 屎哥 好 無權擦掌很久了 屎哥 因為 今個禮拜看了一套 都等了很久的戲 這套戲 這套不是一套 原整理的 因為它是三套戲 三生 那個總名又叫三生 三個小生 三個中生 有兩個意思 一個意思就是三 三種不同的生活 另一個意思就是三個小生 這三個小生分別是 吳鎮宇代表香港 邱宇盛代表韓國 還有張鎮 張鎮代表台灣 但是這三個小生 他不是做小生 而是做導演 做導演 就是他們三個分別 去執導一個故事 嘩 這樣很取巧 他講CD風通套是三個男人 這三個故事是互相沒有關係 即是獨立的 所以就 逐個說 等一下 我想問 連時空交叉都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完全分開三個故事 三個自己的作品 等於看了三部短劇 可以這樣說 吳鎮宇那套 叫做骨子 骨子 即是橙 即是橙 因為吳鎮宇近年來 都是在大陸工作 所以他拍的都是大陸的題材 這套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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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 即是沒有內容 他是講一個流浪漢 這個流浪漢 又不知道 好人好者 四肢發達了 他又不知道為什麼 又不做事 周圍流浪 又沒有交代 因為是短片來的 所以很多事情都沒有交代 後來他因為一些事情 殺了人 被人通緝 周圍走 周圍走 遇到一個賣橙的少女 那賣橙的少女 又不知為什麼 又對她好感 又給橙去吃 那套戲 那套戲 這套戲本身 故事性又不是很強 我看吳振宇就是想表達 那種所謂陌生人的感情 即使你不相識 你可能對他有些不知名的好感 會對他好 他是埋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 那種感覺的交流 就不是想講一個什麼故事 但是看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很突压 很奇怪 不知什麼的感覺 都不會 你知道他是 是他們初到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套 吳振宇好像以前都導演過其他 你知道這些都是所謂雜作式的電影 嗯 那 那這套戲本身 也表達到一件事 就是大陸有些情況 他有些鏡頭都交代了 就說 雖然現在大陸的經濟是很發達 很發達 但是對那些普通人 尤其是低下階層來說 是完全都沒有分別的 他們依然是 他們生活在一個很貧困 或者是很艱苦的環境之中 這件事他是做到出來的 那 所以 整體成績來說 都不是太差的 都有些感染力的 那 第二套就是 尚以成 尚以成那套 就是很熟悉的題材 就是講一個殺手 因為韓國戲很多是講殺手 那 就不是他自己做 那殺手 他就是接了命令 就要殺一個老人家 但是他又不捨得下手 因為他見到老人家 又無依無靠 又什麼什麼 就是他 起了一個同情之心 那 其實在這裏 不是 不是那麼有說服力的 因為你做得殺手 你不應該 你不應該有同情之心 應該不算很久 如果有同情之心 如果你真的有同情之心 你根本做不到一個殺手 所以 在這裏 在這裏拖 但是 那個洛柯打那個 又猛吹 你快點搞定 要不然 那些人又找另一個來做 但是他一直都不動手 直到最後 直到最後 那個洛柯打 那個美女 他說 他說現在 給錢的人 要出雙倍 雙倍錢 叫你立刻去搞定 那他真的立刻去搞定 那其實 其實他是用鬼計 想拿雙倍錢 那我覺得 這個Tri Sir 會是挺好的 說得出 其實他始終都是為錢來做 只不過 只不過他用一些方法 等到價錢拉高一點 那這部戲本身的故事 就不是太新鮮 但是他那個拍攝手法 就很好 尤其是我們看到 現在韓國電影 那個起飛 所以在畫面上 攝影 各方面 都是做得好 就是做得很吸引 Anyway 這套都可以一看 都是上心悅目的 那至於張鎮那套 張鎮那套 張鎮那套 他打個字幕出來 就是王家衛有份幫忙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幫忙什麼 因為張鎮那套 他說的東西 就更加離奇 離奇的意思就是 他是說一些很生活化的東西 他是說一個 一個中年人 就是他有老婆有子女 他本身是一間 金融那些公司做的 那麼突然有一天 他就告訴他老婆 失業 他就告訴他 那間公司倒閉 所以他失業 那他老婆本身 都是一個 就是事業女性 就是有份職業 那他說 沒有所謂 你家裡臭小孩 我出去做事 那最後 那個中年人 就在家裡 埋手於電玩之中 在家裡打機 做了一個隱蔽中年 連兒子 在哭他都不理 都知道 又不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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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裏都說到一些東西 說到一些東西 就是 說一些人 他沒有了一個 生活的重心 因為工作 對於男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 最後 他老婆查出 原來不是那間公司倒閉 他被人炒魷 但是他因為自尊心 他又不可以 告訴他老婆 炒魷 但是 突然 就搞到 他老婆 精神崩潰 因為他 他經常 從早到晚都掛著 在這裏打機 那 都說到一些東西 即使是夫婦來講 大家的感情 和交通都要 因為圍繫是很多東西 如果你把自己的封閉 即使身邊的人 都是很難去接受 或者很理解 整體程式來說 都不是太差的 都說到一些 現代人的寂寞 那些事情 我們都看到 有某些畫面 或者某些場景 都很王家衛式 所以 你看出來的效果 都是 迷迷糊糊 又不是 但是故事 清楚嗎 故事本身 他又不是 又不是說得很清楚 又不是很 總之 嗯 王家衛式 張鎮跟了王家衛這麼久 我想他做出來的事情 都是效法的 嗯 另外我想很快地說一說 另外一套戲 另外一套戲 就是臭盒那個臭 那臭鎮 這個是台灣話來的 那臭鎮的意思呢 就是陪伴的意思 那他講什麼呢 其實他是講 三父女 一個老爸 兩個女 那個老爸 就是那些傳統的挑剋 挑剋 挑剋 那些 他專門挑剋那些神像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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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女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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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女 本來 那大女 本來 在 那些 神像 那些 通常都是 台南的部分 那些 鄉下的地區 那他大女 去了 台北 那 也有 拿過幾個獎 也有些名氣 那 後來離婚後就回到鄉下 接了神像來挑戰 詳細就不說了 其實主要是說她的兩父子 還有一個小女兒 她的小女兒也去了台北發展 後來因為做了未婚媽媽 未婚媽媽又回到鄉下 所以在生活上 三父女就有衝突 其實故事就不是那麼新鮮 都是說一些傳統和現代的矛盾 或者是婦女間對生活的解釋 那些態度 但是我覺得這套戲 三個都做得很好 還有她們真的表現出血龍於水的感情 到最後當然是大田園喬 大家都理解大家所做的事情 我想這些戲就比較正面 還有我們看得出台灣的社會 或者是傳統思想 依然有很多美好的地方 OK 好了 朱文你今個星期 除了Spiderman之外 我只是看到Heaven is for real 真的有天堂 是一套改編至真人真事的小說 主要的故事就是講一個神職人員 即他的家庭 裡面有個小朋友 因為突然感染了急病 幾乎死了 後來救回 原來他離流之間 就去過天堂 見過耶穌 然後回來 小朋友就不說謊 天真浪漫 就跟爸爸媽媽說了他去過天堂 最初父母都不以為意 但越聽話越來越真 沒有理由小朋友會見到的 現在有些事情 那開始那個神職人員 就開始面臨了一個信心的挑戰 亦都是因為這件事 動搖了他自己在教會的地位 令到一些比較傳統保守派的 所謂的長老 為何動搖了他的信心 因為他講 傳統的教會 通常都是很追求理性的東西 但是那個小朋友說出來的時候 就令到一些人好像把教會神怪化了 很多人慕名而來去研究一下 這個小朋友看到天堂 天堂是怎樣的呢 因為從來沒有人去過天堂 見過天堂 即是可以回來的 那些人就會覺得好像很有Noise 但是教會就要低調 即是 那些事情和對他們來說是不重要的 所以他們很難接受 所以我自己看整部電影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 其實對一些傳統的教會 其實是一個挑戰來的 因為 一些事情其實是挑戰你的信心 其實他們說到耶穌居住白馬 那聖經有沒有說過呢 那他們就會開始去想一些事情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其實聽到戲有感動位 有反省位 如果你說對一個有宗教背景的人去看的話 你說這些 我想中國有個成語叫做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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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 我們作為殉徒 當然相信有天堂的存在 但是 我們不知道那個情況是怎樣 如果有人告訴我 是這樣的 那時候 我們就會去懷疑 是嗎 是的 問題就是 首先小孩子說 那些人已經覺得 是不是這樣 然後再經過牧師白口說 其實很嚴重的 因為牧師有權威的 說話 他引述他兒子見過的事情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 相信的人就會覺得很驚訝 不相信的人就會覺得 你好像 掌重取寵 那你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什麼呢 你自己覺得 那些小孩子說的話 都不相信 我覺得他選角成功 我覺得他選角是很成功 因為那個男生 真的 很 天真 很天真浪漫 你覺得是很 innocent 是很有趣的 這個男生 你不相信他作出來的 我覺得他是純粹很 純粹的一個男生 不肯爭的樣子 很可愛的 所以他選角是很成功的 我覺得 你說電影本身 是否一套好電影呢 我覺得 以戲論戲 不算是一套好電影 不可以說他拍得很出色 但是我要的東西 入場 我有 我想看的東西 我也有看到 當然也有很多 看過這本書的朋友 覺得 其實他真的 過了很多細節 譬如他天堂裡面的東西 或者是 如何描述耶穌 很多東西都沒有太多 反而是說 他們 一家人的關係 即是父母 父母 父母 父親和子女 那些關係 甚至乎 在教會裡面的衝突 就會花了很多時間去說 我想是導演的取態 其實很多東西 我想是一本書 電影 怎麼都說不完 他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他有個 有個 想法就是 去挑戰一些人的信心 我想導演 可能是想 focus on 之後的衝突 爭執 那類的東西 我想你 不要跟原著 去比 那句 你純粹 享受這部電影 就OK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我Facebook也看到 一個朋友 看完電影 覺得有趣 於是他就看完本書 也是這樣 他會選擇這樣做 很多人都看完本書 說 這部電影錯誤了很多細節 但我覺得 你太多細節 就不行 這部電影 你拍完整本書 出來 兩個小時 怎麼會拍到 那些小朋友 說天堂的東西 他有沒有在畫面上 有啊 就是顯現出來 這些東西 真的見仁見智 譬如他講到 天堂裡面 是沒有老人家 他見到阿爺 阿爺就死了 他覺得 你是不是見過這個老人家 給阿爺的近照 他看 在過世之前 他說 這個不是阿爺 然後他就去找籠底 找回阿爺 年輕的照片 我就是見過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 譬如他媽媽 未出生的寶寶 我又不知為什麼 他見到那個 他姐姐 不是寶寶 而是長大了 所以其實他描述的很多東西 你說在教會的立場 那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 就是你怎樣去接受 我覺得 他最後一篇 壓軸的廣道 因為他是神職人員 巡麗 臨尾都要做些感動人心的事 他就用了一篇廣道去講 其實都揮得挺好的 其實宗教味道是強的 我覺得 但是我想 北美社會 就不會太陌生的 對於這個設定 你說 如果放在華人社會去做的 可能要衝破一些文化的差異 上面的障礙 OK 但是 我覺得 我看又覺得很舒服 因為始終你宗教 和人的生活 又不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 有趣的一套電影 我想票房成績都不差 那 OK的 是不是 我也覺得 很簡單 我立刻上網 按出來 Box Office 他都排第三 這星期 累積票房都可以 六千多萬 所以 如果未看 就看看吧 即是 你會覺得 信徒都值得入戲院看 你相信他都可以看看吧 即是 信徒就很值得入戲院看 未信他都可以去看看 我沒有人覺得是 OK 真的有天堂 大家趁他未落畫 快點去看 因為我知道 越來越多 猛片 對呀 五月份很多 因為接下來 我們剛才咪口都說過 有Godzilla 有X-Man Magnificent 起碼五月都已經有這三號 接下來六月又是很多 一塌 OK 那你就是除了 Heaven is for Real 還有沒有 差不多 OK 好了 肥龍嫂嫂這個北美十大票房 之後 回來我們就 四處都報滿蜘蛛網 今個星期北美十大票房 只有一千零一套新戲 入了十大的位置 因為上星期只有 The Amazing Spider-Man 2 新電影 究竟他可以去到哪個位置 肥龍嫂和大家揭曉 第十位 找來想挖七星期的 God's Not Dead 上星期排第十一 今個星期 上升分一級 入十大 收到177萬票房 總成有5556萬票 第九位 找來想挖九星期的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 上星期排了十三 今個星期 反彈四級 收到178萬票房 總成績是5155萬 第八位 找來想挖兩個星期的恐怖電影 The Quiet Ones 上星期排第七 今個星期稍稍下跌一級 收到199萬票房 總成績676萬 第七位 找來想挖七星期的Divergent 上星期排第九 今個星期上升兩級 收到218萬票房 總成績1.4267萬 第六位 找來想挖兩個星期 Porker 其中一套遺作 Break Mansions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收到369萬票房 總成績1563萬 第五位 找來想挖四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Real 2 上星期是耿頸四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收到771萬 總成績1.658萬 排在耿頸四的電影 找來想挖五個星期的 Captain America The Winter Soldier 上星期 是亞軍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來到耿頸四 收到777萬票房 總成績 已經有2.3716萬 進入三甲位置 即是新上畫的Spider-Man 在三甲位置 哪個位置呢 貴軍電影第三位 找來想挖三個星期的 Heaven is for real 上星期同樣排在第三甲位置 沒有上落 收到860萬票房 總成績6550萬 排在今個星期的亞軍電影 就是 上玩兩個星期的 The Other Woman 小三大聯盟 上星期是冠軍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要讓位 收到1441萬票房 總成績4755萬 很明顯 今個星期 冠軍電影 就是新上畫的 The Amazing Spider-Man 2 究竟這部電影 好與否 在Part 2 就有分曉 聽我和 Truman 都看了 我們會告訴你 一上畫 就馬上收到 9161萬票房 好 數完之後 回來Part 2 講了很多蜘蛛網 講的是蜘蛛喉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我怎麼才知道 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 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銀河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 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 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 Alan宋一良 會為大家解答 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了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來,喝杯 酒逢知己千杯少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看電影大白科 電影大白科 好 回到第二部份電影大百科 今天已經透露了 在第一部份 找你的掃把 掃把掃到嗎 我們要用這隻蜘蛛盒來講 講蜘蛛盒 總共拍到目前為止 已經拍到五部 你說二千年打後就是 我們不計算以前那些 之前那些其實拍過什麼 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拍過呢 電視就肯定有 很多 日本也有 日本那個不要說 但我覺得值得推介給聽眾 但日本那個聽聞是腰斬了 是嗎 好像拍了幾集 但只有淡笑 我覺得大家應該上去看看 日本那個很簡單 如果大家想看他的主題曲 你上youtube打 Japanese Spider-Man 你就已經找到他的主題曲 你已經有很多片段 你會看到其實他根本就是一套特攝超人片 他那個Spider-Man 打完之後 那些怪獸會爆炸 然後有些其他東西出來 給他一點能量 他就變成大隻 然後Spider-Man 就會叫機械人出來 然後就進了機械人 再跟他打 這個是日本版的 特攝片 他的衣服在天花板下跌下來 這個真的是一絕 如果你找到第一集 你看看他變身那一刻 我真的打了一個突 他就是 他在手環那裡 彈了一件衣服 然後就一跌跌下來 就蓋在人那裡 他意思是穿了 但最後那一刻動作 就一絕了 就是要拉一拉拉鍊 他要自己拉一拉拉鍊 真是脆弱 不過這個日本版的Spider-Man 是1978年的產品 沒看過 沒聽過 我真的要看看 這個真的很好笑 這個是當笑片的 而且他的故事是完全原創的 他在說Spider-Man 為何要有這個能量 跟你看看美國版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說是由外星來的 那個男主角呢 原來是跟那個星球那些東西有拉拉的 不行啊 要回去re-post多一次 以前post過一次 現在又 post多一次 是啊 我還記得特地 post了他換戰衣那段 那一段 真的沒得頂啊 我們說回我們今天 有沒有人看過卡通 有 即是原本那個 其實Spider-Man也都出過好幾套 好幾套不同的卡通 不一樣的時間 我想知道現在的戲 跟原著有沒有分別呢 大部分他都有跟跟原著的 最經常就是敵人都基本上是跟原著的 不過當然呢 最新那一集 那些造型 其實他臨尾那裏 帶出了 Rhino出來 即是那隻西牛 以前那隻就是一個很大隻的大隻佬 就套了一件西牛衣服 那就是很大力大無窮的西牛怪了 就是在西牛屋 打 摩執了西牛屋 現在這一個 他就為了要寫實一點 他就說那個罪犯 坐在西牛機械人裏面去打 即是形象有點不同了 不過都有點根根的 我記得上一集我問過你 就是為什麼要重拍 我現在再看 那你說了一個 我不是很接受的理由 我再看 有其他理由 原來有 如果你們有看之前那三套 Spider-Man 他的女朋友已經是Mary Jane 你看回現在新這套 The Amazing Spider-Man 他的女朋友還是Gwen 其實是由Spider-Man的中學時代 開始講起 這一套 他是歸回原點 那是否現在 Amazing Spider-Man的第三集 就會推出Mary Jane 如無意外 是 但是 那些人很喜歡Emerald Stone 這裏 我們是否劇透好呢 其實真的是 因為他跟原著 是有點不同的 原著 沒有所謂 原著 Gwen一直都在學校的研究所裏 是沒有出事的 之前他們的確是拍過拖 但後來分開了 Gwen是唯一一個知道 Spider-Man真正身份的人 而Spider-Man曾經 即是我講卡通片 他的基因有點不正常 不穩定 於是他就去了大學研究所 找Gwen去幫忙 即是找他的X 或是拍過拖 所以Gwen是他的X 為何要找他呢 卡通就說 因為Spider-Man的基因 令到Spider-Man 開始變成一隻巨型蜘蛛 怪物 Gwen就要研究一些方法 令到他那些不穩定的DNA 去穩定回他 其實他做這條角色更好看 但這個是卡通 因為卡通也做過幾套 巨型蜘蛛的意思是有八隻腳 是呀 即是變種人魔 即是Peter Parker穿著蜘蛛 進衣服 整天整天跟人打打打打 然後很不穩定 自己變了一隻巨型蜘蛛 是啊 即是突然間 除了雙腳之外 和雙手之外 生多了兩隻腳 和整個人變成一隻啡色的大蜘蛛 那些屍蛛是在口裡吐出來的 是啊 就不是在手裡 是啊 所以他的敵人和他打得差不多 不夠打 因為那隻蜘蛛太厲害了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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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電魔漏電了 我跟誰打我真的不記得 因為那時候是剛巧看到電視 按著了看到 然後Gwen就拿了一支研究成功的藥 注射回去 那Peter Parker就變回正常的Spiderman 即Spiderman是正常的 正常的Spiderman 我不是說Spiderman是正常的 Spiderman也是Mutate 所以其實 史哥你問的問題 就解答了 即是他是由中學時代開始拍的 那Amazing Spider-Man 即是中學時已經變了 他在中學時代已經被蜘蛛咬了 第一輯也是說他中學 不過就畢業了 其實他是不是跟著原著的故事 我都沒有很詳細 因為Spiderman我都說 他出了很多卡通片 最舊的1970幾年 還是1960幾年 那一部 那時候已經是說 Peter Parker是出來工作的 是一個記者 那時候 那個女朋友已經是Mary Jane Gwen好像是之後的Spiderman 才會再像前轉式一樣加進去 所以其實 Spiderman那個時空 我是有點混亂的 老實說 如果有哪一位聽眾 知道了Spiderman的來龍去脈 歡迎大家 在Facebook 留言給我們 告訴我們 實際 我想問Sam哥會清楚 不要說那些故事 這個就是你覺得 Facebook的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很明顯 第一集我都沒有留意 她女朋友叫Gwen 我是沒有遺疑 後來看第二集 我再看回 咦?為什麼不是Mary Jane的呢? 我再想說 對呀!講前轉 因為我一直都在學校 因為我一直都在學校 對呀! 那 Well 那 史葛你看了哪一圖 你有沒有看最新的圖 沒有沒有 我只看了舊的三圖 結果你都沒有進去看 你不是說找人陪你看的嗎? 蛤?找不到人 喔! 其實我也只能說 你如果沒有看 都不是miss太多東西 現在對新這一集 那好吧! 我們都要的 都要的 都要的 你不是要看第三集 其實第三集 你不看第二集 都不會有大損失 因為第三集說的 原來要他鋪了一條路 給Sinister Six出來 即是六個敵人 那你都要看 你會清楚一點 六個敵人要拍六集 他應該是一集裡面出光的 嘩!一個打六個 他最後已經是有鏡頭 然後告訴你 是會有六個人出現的 那我希望他真的 會有鏡頭打那六個 因為 是啊! 第二集被你罵了 先讓你罵了 最新這部 Amazing Spider-Man 2 我覺得 太多一條線 弄得一條線都不拖不拖 我覺得 電魔 完全沒有說服力 我覺得 完全沒有威脅 我覺得 綠魔藥更加無厘 他的奸角 其實全部變成大劇 還要是 那些 那些奸角 我覺得 完全是 營造不到那種壓迫感 也都投入 觀眾不會投入到 看奸角 因為他實在花了太多時間 去說 說蜘蛛和女朋友 離離合合 我覺得 是很快 我知道 現實生活中 是會這樣 離離合合 但是 你做一部電影 其實 我隱約記得 他上一集 已經分手了 他上一集 還未正式分 上一集 覺得不可以在一起 但是 跟朋友 這樣 叫他不要在一起 但他們沒有在一起 是有點曖昧 不過 如果大家沒有看 《Amazing Spider-Man》的第一集 有些畫面 可能會有點操作 就是 為什麼 《Spider-Man》經常見到 同一個警察出現 但其實他又不存在 那就要看回第一集 因為 那個就是 Gran的父親 你作為一部電影 你是不是也改的 其實 從那個位置開始 大家不知道 不要在一起 最後 女主角說 要去倫敦 那就算了 為什麼又要 在一起 然後 原來又不行 跟人家又要分手 然後又不捨得 又要跟著那個女生 然後又要感動一大輪 原來那個女生 又要去倫敦 然後又要分手 然後又在一起 多餘的 這個我是很贊同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 是不是真的太長篇 我覺得你的線 你直接一點 你多一點 你拍得細緻一點 好過你的劇情 好過你的感情 那麼複雜 我也覺得 其實我跟你的感覺 有點雷同 我看完之後 一出來 我太太問我 為什麼你覺得 我就第一個 反應就是 太多文氣了 他的文氣 比Captain America 更多 我覺得兩個字都說完 概括了 就是失望 但 坦白說 我也覺得 這個蜘蛛盒 比上一集更好 Emmel Stone 也比上一集 美麗珍的美麗珍 所以我喜歡看 Amazing Spider-Man的第一集 第一集好 我覺得OK 因為我覺得 他加了一些新鮮的元素 而且的確是 演員的 performance 是很好的 但是來到這一集 我覺得 你又要搞兩個奸角 但你又沒有篇幅去描寫 那個電魔 為什麼他突然間 會這麼討厭 Spider-Man 我明白 太快了 你很討厭 Spider-Man 他對另一個極端 你可能很討厭 但是那個理由 我覺得 是不足以令他 可以有這麼大的轉變 其實我也不太接受 電魔的轉變 因為 說真的 你自己走出來 你也嚇一跳 你看到自己的樣子 還有你的power 你會看到的 所以 其實 他沒有可能突然間 由一個工程師 會變得完全不知道 電的危險性 你有這個 common sense 你會知道自己 帶有危險性 所以那些人才會 避開你 綠魔 我都沒有你頭 綠魔我都不提 我先提電魔 因為我最失望的是電魔 他又 別人不瞭解他 其實一向 他的角色 人們都說是不瞭解他 所以他應該都是習慣的 對 還有 由這麼喜歡蜘蛛盒 變成 突然之間 一個這麼簡單的轉 我明白 有些東西是極愛到極限 但是那個 reason 我覺得 不夠力 是啊 你是可以馬上 jump 到極端 我覺得可以 但是那個 reason 不夠力 還有更加 另一樣東西不夠力 就是 有什麼理由靠水炮 就可以射下電魔 這麼簡單 然後就被人捉了 對 我覺得這裏 整件事是 蛤 這裏 我簡直是 這裏 然後綠魔也是一樣的 綠魔 我反而覺得 他不進入太多 我覺得他想留下 後路給他第三集說 但你不要用綠魔來押軸 我覺得 其實他用綠魔來押軸 我覺得他這個鋪牌 是故意為了鋪 Sinister Six 對 但是我覺得 你為了鋪牌 你放棄了這一集的 成績 我覺得 成績 就不應該了 你擺兩個奸角出來 都不是第一次英雄片 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很多片 是做得好 這套很多 他真的花了太多時間 去擺 感情線 令到他完全沒有蝙蝠 去交代兩個奸角 你沒有蝙蝠 去交代兩個奸角 就這樣一個奸角 就算了 你不就這樣說綠魔 就算了 其實Electro 臨尾看他那場交戰 都很快就搞定了 很輕鬆就搞定了 再退一步說 動作場面又不吸引 全部用慢鏡頭 定鏡 用慢鏡去表達他的速度 嘩 不語心的 即是他那些定鏡 即是你看開電影 你會知道 原來這樣去表達速度 即是故意 那樣 但我不覺得很吸引 即是 他是很有風格 但這個風格 反而沒有第一輯那麼刺激 其實就是因為第一集 他的刺激程度 第一輯 他的刺激程度 是太 令到人家有種amazing的感覺 是的 他拍出來的效果很好 所以第二集 那些人的期望就高了 一期望就高了 其實我聽Henry說 其實他這集 是做得好過第一輯的 但效果不好 出來了 整體效果不好 對 整體效果不好 那個上心悅目的程度 即是動作場面 上心悅目的程度 就不夠第一輯 即是很簡單 如果你放了很多電腦動畫 做一些打鬥場面 還有一些舊的 例如 我們看一些功夫片 即是劉家良的功夫片 我真的令我看那些功夫片 我覺得刺激很多 還有簡單很多 是的 你這集好像有點像 泛濫版的Matrix 他 簡直說真的 因為他很高速 和電魔在電廠打的那一幕 根本上由頭到尾 他就是 拼拼拼拼拼拼 拼完一輪 然後就用蜘蛛網 然後把電腦拼拼拼 拼拼拼 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這樣 如果你這麼緊張 要說到 這麼多感情線的話 其實只是 錄魔 和Peter Parker 感情的轉變 都夠照 你寧願放更厲害 錄魔 設計的場面更厲害 好過你兩個奸角 我覺得 我其實覺得Electro的線 可以短很多 我覺得可以切 切也不用切 因為他都需要 介紹錄魔出來 都需要經過Electro 劇本根本上 就是你專注說 錄魔 和他女朋友之間的張力 就已經足夠了 我覺得 最大問題是 我覺得他的名字 改得很錯 他是叫做 蜘蛛俠二 決戰電魔 但 大哥 你整套戲 他跟電魔賣牙 有沒有五分鐘 我計算兩邊對打 第一次打 和第二次在電廠打 合起來都沒有五分鐘的戲 你到底是兩邊半鐘 他女朋友 比他叫迫感 比電魔更大 高手過招 高手過招不用太久 哎呀 那你不要說 我叫決戰電魔 搞得我很高期望 想著他跟電魔真的 抽得很厲害 還有最後 無緣無故 無緣無故 停電 兩架飛機撞了 突然間好像在看第二部電影 我覺得 他想表現電魔有多厲害 但是他用兩架飛機幾乎撞 但是我完全不覺得 刺激緊張刺激 誰在乎 早就撞了 我覺得 可能官能上更刺激 看到機場的控制室 那些人很緊張 整個紐約市停電 只拍著機場那班人很緊張 喂大哥 你不是這樣 你不是這樣 就是那個世界觀感 其實那一幕 我也是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村崩 一幕 因為你整個樓 有四停電 整個樓都黑了 你記不記得 那些電都一直都閉著燈 大哥 你的車不是靠電 你車載車頭燈 雖然你的電魔 是令到發電廠的電吸光 你車載的電還會有 你不會黑了 總之簡單來說 概括就是失望 我看完真的覺得失望 我覺得 我好像看完一場愛情戲 我反而第一集 第二輯的第一集 我享受 因為我覺得 他真的拍到那種青春校園的感覺 還有那個男女主角真的做得好 的確 就是Amazing Spider-Man的第一集 他做到那種新鮮感出來 而且他也是一個蜥蜴人 我覺得 那不就好 而且他發展得好 就是那個蜥蜴人 他慢慢發展 如何變成那個蜥蜴人 然後那個蜥蜴人 有多厲害 他發展得出來 你為什麼這麼貪心 而且我喜歡他 下了坑渠 然後他利用了蜘蛛網 在測試 他在哪一邊 有一點新鮮感 看開Spider-Man 那些真的做到新鮮感 你花多一點時間去描述電魔 陸魔其實你臨尾 說他變了出來就算了 不用打那一場 其實也是 還有張力 下一集就說電魔 下一集就說陸魔 那就好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停的就是 陸魔注射完之後 然後騎上規格 停止了他那個很辛苦的狀況 在那裡露出一個很陰險的笑容 就是就完 其實那裡就很棒 你只是說下一集就說他了 甚至乎你出完吹了才播 那段都沒什麼問題 對 或者放在氣之後又可以 現在他擺明就是想說 愛情線的 因為他連 他 他放下了電魔之後 他還要說他放下錄魔 都還未完 還要說他怎樣在 在鐘樓裡面 還要說他 因為 一些緣故他放棄不做蜘蛛校 然後後來又 又重新鼓起勇氣 又再出來 嘩 大哥 那你真的想說什麼 才可以的 他最後想做一些 感動和振奮位 但我覺得他的營造就失敗了 那兩個奸角 你淪為大配角之餘 還要影響那條愛情線 最嚴重的是 他最後 那個小朋友 自己跑出去 站在路中心那段 我真的 蛤 正常的小朋友 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是 不知道沿著是不是 鬼馬一些的呢 今集我覺得 他開頭營造的 蜘蛛校好像鬼馬 對付那些賊 那些動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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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不見了 我覺得他主要是想營造的氣氛 原本的蜘蛛俠肯定就不是這樣的 是嗎 因為 舊的那一套 舊的蜘蛛俠是正經很多的 而且你看回舊的真人拍特攝片 那些 西人拍的那些 不是日本那一套 西人拍的蜘蛛俠 那些是正經很多的 那我罵了20分鐘 好啦 你們罵了這麼久 罵了20分鐘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這兩輯 和舊的三輯 對比之下 你覺得身不如舊 還是大家都有個特色 真的有不同的 你問我 新的那一套 未出第二集之前 我覺得新的那一套 就有些不同的玩法 其實兩套 我都覺得說話都好看 但新的那一套 就有些新的玩法 我挺欣賞的 但出了第二集 我就覺得 這五套 Spider-Man最差的那一套 他出了最新的第二集 反而舊的那三套 他就 形容Spider-Man 更陰暗一點 因為 尤其是舊那一套 第二集 就說 Spider-Man 融入自己以往的生活 就失去了那些特殊的能力 經過了一大輪的東西 才讓自己有那些能力 我也是覺得 太快拍第二集 因為可能 現在想回頭 就是因為 我看頭一集那三集 他的動作已經很滿足到我 嗯 所以 動作很難創新 對 我已經覺得很享受 看第一集的時候 他再拍的時候 咦 眾心似乎 Casting 好了 因為那個導演 又是新導演 就是拍500 Days 即是拿手拍一些感情戲的導演 那我就覺得 OK 至少他不是 他不是在動作場面上 嘗試比較 那我覺得 OK 但是他 你一來第二集 我又覺得 我又回到第一集 其實他的動作都滿足到 是啊 第一集就是 他有些新意 即是有些衝擊的 據聞 他這個Amazing Spider-Man 都是打算拍三集的 他的《Triology》 是 他就拍了《Sinus 6》 《Sinus 6》 不是《六魔》 是 第三集 如果這樣說 第三集 打的氣氛 應該多很多 如果你打六個 加上《六魔》 還要加一些感情線 就不要玩了 那就希望 他不要像今集 那樣處理動作場面 那當然 我覺得沒什麼看頭 我想他回歸 Amazing Spider-Man第一 然後再加多一點 新意下去就夠了 哈哈 每人都想他加多一點 就算你不加 你回歸第一集的感覺 我都收貨的 就不要加個今集 今集我真的覺得 在《Trader》看到的動作場面 就基本上差不多是全部的了 對 那 今集飾演《Spider-Man》 都比上次好戲 Toby McGuire 不同演繹 嘩 那我第一集的 其實 你問我的感覺 我就覺得第一集的 反而形容 像漫畫的 不是 薯仔 是那樣的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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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個 是比較貼近的 新的 這首歌 我覺得他太鬼馬 不過鬼馬又有鬼馬的不同看法 所以我覺得有新鮮感 起碼我不反感 我希望下一集女主角可以承接著Elmerstone 但我真的很不滿意Elmerstone的收場 但如果她要營造一個愛情故事的話 的確這個是最淒美的 沒有必要 譬如她說她失了一億也可以 即是刑事偵緝檔案 後來她回到大學後才可以接回卡動畫的鬼 現在搞成這樣怎麼收課呢 就不回來了 沒有了 或是下一集說為什麼她喜歡Mary Jane 就是因為Mary Jane像她以前的女兒 然後又找Elmerstone出來 沒有啦 沒有啦 善女幽魂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西人 都覺得尤其是她們站在橋頂 噴了I love you 那裏 那裏 挺嬌的 但西人都拿了一段來玩 是嗎 她有一個美國的電視節目 特地請回Elmerstone和那個男主角 那個男主角叫什麼 Adam什麼鬼 我忘了她的全名 北京只請你們兩個 說她們 rud to tell 於是我們拍攝時候站在錄影拍到ell 正面一點 甚至被提過 飛到一隻笑容 ヽ ノ 我沒有咦過 像是自己這樣的 總之跟Chulman的感覺一樣 我也是覺得新一集失望 但其實說回舊那一輯的Spider-Man 他拍攝的動作場面那樣東西 整體來說都是好看的 但唯一舊那一套我真的不滿意 就是Spider-Man說明除了Gran之外 沒有在其他人面前表現過他的真樣 但舊那一集很多人面前他曬過自己的樣子 Mary Jane又知道他的樣子 然後在Skytrain那裡他要整停車 他就被人看見他的樣子 那我就對於這個做法很不滿 那算吧他打算拍三集完的 那你當他OK的 不過以整體性來說 舊那一套我覺得是好看的 新這一套原本我都寄予厚望 沒有什麼的 看看他再看第三集才概觀定論 所以現在希望第三集他拍攝好一點 但是第一輯他真的三集都很平均 而且他一集比一集 我不敢說他比一集比一集精彩 但至少他每一集都承接到 即是不會令你失望 但是這輯第二集就開始跌鑊了 所以令人有點擔心他第三集 怎麼搞下去呢 但是根據他的對手來說 應該就不會不好看的 除非你真的拍到不知所謂 因為你對手有七個 拍到不知所謂又有多難 唉 那你就作了這個Spiderman的招牌 浪費了 或者找鮑爺量度 你不要忘記 他不知道要花多少篇幅講 蜘蛛俠和Mary Jane 其實我在想他會不會 花很多來講 我反而覺得他可能不會講太多 你永遠都知道 如果同一個導演 他的強項是真的拍拿手 拍愛情的 那他會不會 都想講多些篇幅呢 你今集 你花了這麼多篇幅去講愛情 還是第二集 那兩個奸角已經變成大CARE 兼無尼拉威 下一集 如果他還花了 篇幅去講愛情線 現在變成七個 真的七個一皮 那你怎麼處理呢 但如果他真的想說 跟回原著多些 其實Mary Jane 跟Peter Parker那段關係 是不算正式Lover 是complicated 那他還死 你想想這集 已經很難 其實他這集 就是把原本兩個 沒那麼難難的東西 搞到複雜化了 除非他放棄Mary Jane 我不會覺得他真的放棄Mary Jane 但我覺得觀眾 也會對Mary Jane的出場有期待 一定會 因為始終那個才是正式的 Spider-Man的女主角 還有你一套這麼乾羊味重的戲 你沒有女主角 真是很拿你命的 難道你從頭到尾嗎 但是一出場 如果是這個導演 一定會重手的 愛情 我希望他重手可以留一點 他用20分鐘說完他們的愛情 就好 就不要拖得像今集那樣 兩個半小時裡面 穿了一個半小時都是說愛情 我覺得不行 因為這個導演也不是一個拍動作片的導演 那他真的像屎國所說的 麻煩你找八爺去指導一下他 哈哈哈哈 或者他拍另一套《聯世家人》 拍三個半小時 嘩 或者像Harry Potter那樣 分兩集 其實現在這些 分兩集上 這些都要走兩個多小時 其實他要打Cinestor Six 我都懷疑他一集是否拍得完 我覺得Cinestor Six 可能是一幕搞定 不是吧 喂 每個人都有特色的 你越說我越害怕 他最沒有特色的 那個已經在今集的尾 出來了 就是那個西牛人 因為他只有蠻力 沒有其他特色 其他有幾個 很多不同特色的 那就是Harry Potter的橋 最後一集分兩集出 對 不是 他好像吵達華一樣 萬物潮中 什麼都殺光了 就是他將第三集分為Part 1 Part 2 全世界都殺光了 怎樣打 招搞定 如果他覺得這套票房收得 他下一集分為Part 1 Part 2 這套一定可以收得 因為那些人對他期望高 所以呢 頭那幾天爆光了 過完第一集 後繼有沒有力 破了紀錄 中國和香港都破了紀錄 成績也很重要的 我覺得 這一個禮拜很明顯 對手也不多 總之呢 被他搶了這個禮拜 我相信 1億5至2億就沒有問題 這套Spider-Man收 現在是去到多少 又按出來看看 即是我覺得 現在已經9千多萬了 只是北美 所以過億到1億5 肯定沒有問題 即是北美過億 1億5都沒有問題 我相信北美應該去到 大概2億左右 我猜 那他被他搶到盡 還有這個禮拜 沒有什麼對手 我想他可能搶到 大概1億5至2億 再加上亞洲地區 中國大陸地區 那他也實收不少 所以第三集就必定有了 那是實有的 但是他分多少 Part 1 Part 2 還有Part 3 Oh well 即是第三集又來一個Trilogy 嘩 這麼會賺錢 很難說 不過 我覺得 如果你還未去看Spider-Man 而你真的很有Spider-Man的情意結 那你就看吧 如果你不是對Spider-Man很大的情意結 你純粹想找一套Hero片 有些動作去看看 這套就不適合你了 最新的一套Spider-Man 或者這樣說 你要去看的話 真的不會有期望 是的 又或者這樣 因為 我和Trilogy 看完以後 同聲都是失望的 很多朋友看完都是失望的 所以 你自己衡量了 或者你為了等他第三集出 所以你會看第二集的話 那你就去吧 那當然要的 你打算看第三集 我都會鼓勵你看第二集 至少你都會明白 說陸魔在發生什麼事 還有為什麼 Pitler Parker 就算說回前層往事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他的X去哪裏 不過你講陸魔 我最後也想提一提 我覺得 他的造型 舊那一套陸魔的造型 說服力強過新這一集 因為這一集 陸魔的造型 其實真的很講演技 因為他 正常人的樣子 只不過是有些地方噁心一點 其實這傢伙的頭髮已經稀疏了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他有什麼必殺技 陸魔 陸魔的必殺技 是扔炸彈 陸魔其實是他的戰衣 和他坐著那片飛板 和他飛到周圍扔炸彈 陸魔也是 陸魔也是 因為他注射了一些東西進去 陸魔好像也有點再生能力 因為他的名字又不是很吸引 沒有電魔 一聽就知道 其實陸魔 其實英文來說是Globlins 即是那些 矮人 那些怪人 英文就清楚很多 Globlins 你就清楚很多 Globlins 那就是尊賭彈的Globlins Globlins 對 他就是有這些Globlins的能力 但造型 其實我有時候有點擔憂 如果下一集再出來陸魔 如果他還不整理一下造型 下一集可能會脫掉頭髮 我覺得他已經很薄了 其實他還未變陸魔之前 他還要遮蓋他 再過多幾年就再多掉 所以我覺得他要在造型裡整理一下 至於其他那些 沒有什麼擔憂 因為他現在用了機械來取代他的衣服 因為動畫他只穿了那幾件衣服 我最期待的是什麼呢 我講一些期待的事情就是 如果下一集真的拍攝《Sinnitus 6》 其中有一個 不知道是謎語人還是什麼 就是你看不到他的頭 他的頭是有一個水晶球 那不是蝙蝠俠嗎 不是 他不是叫他迷霧人 還是什麼 總之你看不到他的樣子 他有一個水晶球 就是做他的頭 那個我就是覺得《Sinnitus 6》裏面 最有特色的一個 我很期待看他的造型 對呀 套在裡面煲營 我想不知道 他的特技就是噴到到處都沒有 然後看不到 然後他有很多分身 你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是真身的 但其實這次玩了 電魔這次 唉算了吧 電魔就 Anyway 我很期待 看看他怎樣去處理 西牛人用了鐵甲裝來處理 西牛人是《Sinnitus 6》的其中一個 是 那其實今集出了 出了一作 所以就說他是 帶進去《Sinnitus 6》的故事 OK 另外你走過櫃 你還看到其中一個 是六個爪 就是張瑜博士 但是坦白說 那個西牛人 對《Sinnitus 6》 一些威脅感都沒有 我覺得 對《Spider-Man》 因為他裡面那個 真的是一個流羅來的 在卡通裡面 其實西牛人都不是那麼厲害 只有盲力 那不是一定要每個人都這麼好打的 所以西牛人就先做了 先鋒部隊出來 因為威脅最小是他 他最沒有特技的 只有盲力 那有些好打 有些不太好打 才有層次感 下一集 可能真的 其實他未必每個 《Sinnitus 6》都出了這麼多份量 那我不介意 最重要的是 你交代得好 你打籌他一下 打籌他 你交代得好的話 我不在意 好吧 拭目以待 但都不忌於厚望 看完第二集 第三集 所以第二集是作招牌的 希望第一集可以回湧 都是傳著一個寄望 如果大家純粹想追求觀感上刺激 看回第一集 雖然很多CG和細節上的東西 隨著時代的進步 第二集可能會好些 但始終上心悅目的程度 很多時候都是在動作設計上 你是說《Amazing Spider-Man》的第一集 還是第一集 第一集 我相信始終他拍第二集 《Amazing Spider-Man》的話 很多東西在細節上一定會好過第一集 但在場面設計上 《賞心悅目》第一集已經是做得很好 兩家不同公司來的 都是Sony 不是 他現在還給《Marvel》自己拍的 這套《Amazing Spider-Man》 有朋友說他都是Sony 不是 《Marvel》自己拍的 《Marvel》公司不是一個問題 新這套《Spider-Man》是《Marvel》自己拍的 你現在什麼公司都是用那些工具 都是的 但Anyway 你用什麼都好 總之 如果喜歡《Spider-Man》 看回第一集 其實刺激程度也不錯 或者你看完第二集 第二集的第二集 你身亡的 就回去看第一集 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 OK 那《Spider-Man》到此為止 剛剛節目一開始已經說了 下個星期說什麼 什麼呢 阿彭導演 阿正 他很多套套都要說 香港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導演 因為他套套都不同 所以你很難拉起來 很創新的 所以 很多東西要說 我們下個星期再聊 這星期時間夠了 我們再見 拜拜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嘩 這套裝修好美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嘩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嘩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嘩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阿神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時 還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新知 還有很多生活實用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匪龍 阿神 10號茶餐廳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soeasy 就是我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